只要进到南投仁爱乡 处处都可以看到绽放的樱花 甚至春阳春史努云部落的名称 也是取自于这里过去至今 遍布樱花的特色 史努云是怎么来的呢 日本人称我们这个部落 也叫做Sakurasia 樱花部落 樱花社 樱社 因为部落很多樱花 所以称我们为Sakurasia 我们的母语是称 是叫做Snowing 今年低温气候来得早 也让今年的樱花开了相当茂盛 许多民众趁着假期上山赏花 除了道路两旁的樱花外 仁爱乡也有不少樱花秘境 像是万大部落的电厂宿舍区 樱花搭配老式的木造平房 每逢花季就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赏花 就是趁着这个年节来这边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红樱花 看今年能不能大红大紫 那个日本时代留下来的建筑物 跟我们现在就台湾的樱花 然后下去对称 它看起来就是很复古 然后很漂亮很日式 从梅花开始 梅花晚了就是樱花 这两个花季的时候游客就特别多 部落主人表示 仁爱乡每年樱花的花期 大约从年底开始到隔年三四月间 二至三月份是花开了最茂盛的时候 民众要来赏花 最好把握樱花盛开的黄金期 原是新闻No 南投仁爱 超萌报导 小王 宝贝